第31章 功德 雪丹入口后 气机稍一练化 便立刻化作热流涌入腹中 怀庆体验到了许其安当初的痛苦 他感觉自己吞得不是雪丹 而是一大口岩浆 灼热的高温先是在喉咙里炸开 溶解他的咽喉 破坏他的声带 让他失去语言功能 紧接着 顺着食管往下烧灼 进入胃带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这股血丹之力已经有少量融入血液里 正随着血管 涌向四肢百骸 从内部撕裂肉身 这种痛苦是凌迟的千倍百倍 炼神镜以下的人 会在这样的痛苦里瞬间死去 怀庆的意识飞快纷乱 变得迷糊 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以血丹晋升超凡 需要忍受极其可怕的痛苦 足以轻易杀死任何一味饲品 以取巧之法晋升超凡 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 这些 许奇安已经提前告知怀庆 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他没料到痛苦是如此的恐怖和可怕 难以承受 根本难以承受 怀庆的元神迅速湮灭 像是融入水中的雪花 分崩离析 他仅存的意识里只剩下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对痛苦的恐惧 宛如行走在冰雪中的孩子 渴望着前方出现灯火 抱怨归一 忍耐住 他一时魂恶之中 听见耳边传来低沉温和的声音 冰雪中的小女孩 看见了他渴望的灯火 怀庆一时猛地清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从龙榻滚了下来 浑身是血地倒在许奇安怀里 他的理智没有保留多久 被一波波海潮般的痛苦淹没 忍耐住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让元神崩溃 许奇安沉声道 你 你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 怀庆气弱油丝 一丝魂恶 断断续续道 他现在不能照镜子 否则一定被自己丑陋的模样吓一跳 怀庆的脸颊血肉开裂 一股股鲜血浸出 像是被排除体外的杂志 他的身躯同样如此 对于当初的我来说 熬不过去 就是满门抄斩 许奇安轻声道 我别无选择 怀庆 你也没有选择了 熬不过去 你便只有死 怀庆没再说话 竭力对抗元神的崩溃 这时 一条金龙从他体内浮现 像蟒蛇一般盘绕 把他溃散的元神盘住 阻止其消散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许奇安默默护在他身边 撑起结界 把怀庆的惨叫声 和雪丹的气息笼罩 没有丝毫外泄 直到金兽里的檀香不再生起 怀庆的情况才渐渐安稳 他的屈窍已经退去凡胎 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 生生不息 可断枝重生 可宜山填海 当时九州 第一位超凡女舞者诞生了 金龙消散 许奇安也撤回了结界 握住怀庆鲜血淋漓的手 堵入契机 我成功了 怀庆睁开眸子 两道锐利的契机刺穿垫顶 这是因为 他还难以完美地驾驭这股力量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许奇安连练拱手 面带微笑 怀庆悠悠吐出一口气 盘坐起身 招手设了一块干净的汗巾 仔细擦拭如花似玉的脸蛋 待勉强收拾干净后 他柔声道 多谢 咱们之间说什么谢字 许奇安笑着白手 心说你可是我大姨子啊 怀庆轻声道 既然不用说谢 那许淫罗私底下 也不用总是把陛下挂在嘴边 虽然他也总是把许淫罗挂在嘴边 但心情好的时候 没有外人的时候 还是会叫宁验的 他是想让我叫他闺名 还是怀庆 许奇安说 好的陛下 怀庆不爱理他了 淡淡道 李妙珍什么时候晋升三品 许奇安回答 就在今晚 他会在观星楼的八卦台 凝聚功德之光 一举突破三品 怀庆点了点头 又问道 有几成把握 按照金莲道长的意思 妙珍行走江湖三年 所凝聚的功德之力极其庞大 但随之而来的因果反噬也会极大 许奇安说道 今夜是否要去旁观 怀庆点头 事情聊完 怀庆也已经成功晋升 许奇安看了一眼天色 就有些想离开了 已经和宋廷峰 还有朱广孝约好 午后勾兰听曲 结束后还得插花弄玉 黄昏前得结束 因为夜里要教导临安 对了 早晨来时 他还抽时间喂饱了福香 光阴四箭啊 时间总是不够用 许奇安由衷感慨 说道 陛下 我先告辞了 怀庆抿了抿嘴 略有些失望 但还是点头回应 又有些不甘心 不嫌不淡倒 许音罗婚后的日子 过得甚是逍遥 时间总是不够用 林安那丫头喜欢缠人 恨不得天天和我腻在一起 许奇安刚说完 就见怀庆脸色一沉 没什么感情地说道 不送 他当即化作一团融化的阴影 消失在寝宫里 夜 清冷的孤月高悬 夜幕镶嵌着几颗凌落的星子 白日里热闹的京城 已经陷入沉睡 远处偶尔传来夜鸟的啼叫 观星楼的八卦台 汇聚着一群吃瓜群众 孙玄姬 以及跟在他身边的援护法 背对众人覆手而立的杨谦焕 额头一缕白发的青山剑克楚原枕 穿回白色绣梅花工装的怀庆 苦大仇深的恒远 不怕他心通的阿苏罗 不孝弟子苗友方 一代见宽很后悔 恨许恨的人憔悴的李灵素 当然还有本次事件核心人物 李妙珍和金莲道长 许七安坐在岸边 看向修罗王柚子 等妙珍晋升成功 我们便攻打阿兰陀 阿苏罗深吸一口气 好 我等着一天很久了 从归位来就一直在等 从替你拔除风魔钉时 就等着你说这句话 佛门与修罗族有灭族之恨 与他有杀父之仇 没有人比他更想踏平阿兰陀 阿苏罗为大凤征战云州超凡 可不是为国为民 中原百姓和大凤朝廷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是在下注 独许七安能崛起 独大凤能赢 然后反攻西域佛门 他独对了 苗友方打了个哈欠 问道 为何要选在夜里晋升 顶着两个黑眼圈的李灵素 沉声道 夜里好啊 夜里很好 总算能休息一晚上了 金莲道长解释道 昼夜并无区别 只是对频道来说 夜里会更有精神一些 夜里更有精神 道长 你是不是上猫上的太多了 作息规律 已经完全猫化了 许七安看一眼金莲道长 深表怀疑 察觉到许七安的注视 金莲道长咳嗽一声 望向李灵素 转移话题和注意力 差一道 你已经修到铜皮铁骨了 你都被逼得把五道修着六品镜了 众人内心一阵怜悯 李灵素没搭理众人 只是心酸的别过头去 苗友方惊喜道 李兄 没准你能成为五道双修的四品强者 超凡之下的佼佼者 混蛋 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李灵素内心毫无喜悦 咬牙切齿道 这还要感谢许宝宝 当初他组建寨子 拉拢留民时 就已经是八品镜 七品炼神镜修的是元神 对天宗圣子来说 基本没有难度 随后就一直卡在炼神镜 难以突破到六品 不用谢 当兄弟嘛 应该的 许七安一脸诚恳 李灵素又别过头去 这时 阿苏罗望向元护法 嘖嘖道 你还活着呀 查出是谁发布的悬赏令了吗 我觉得是皇帝 怀庆面不改色 淡淡道 郑道觉得是你 李灵素摇头 我觉得不是陛下 也不是阿苏罗 是许宁燕的妹妹 那丫头表面看起来娇弱可人 其实心黑得很 而且当晚 最丢脸的就是她了 许七安立刻反驳 你怎么不说是你 见周时 你比他可要丢脸多了 被人接了伤疤 李灵素心仇旧恨 一起涌上来 狗贼 我忍你很久了 杨千焕立刻附和 狗贼 杨某也忍你很久了 苗友方赶紧站出来 祸悉泥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是我发布的 悬赏令总可以了吧 说我悬赏一万七千两 悬赏员护法 众人看他一眼 你不配 苗友方 李妙珍事事睁眼 挽救了苗友方的尴尬 道长 我准备好了 他已将各方面状态 调整到巅峰 金莲道长微微汗手 我会替你把关 但能帮的毕竟有限 能否成功 靠你自己 李妙珍接着又看一眼许七安 这家伙白日里替怀庆护法了 许白嫖求声欲很强 低声道 我会看着你 放心 怀庆心里哼了一声 李妙珍闭上眼 运转地宗凝聚功德的心法 世人便有业障和功德 地宗的心法 只是将一个人的功德之力凝聚起来 具现化 实用化 李妙珍下山游历三年 行侠仗义 他到底凝聚了多少功德 没人知道 即使是金莲道长 也很难做出准确的预估 半课中后 八卦台的众人 看见漆黑的远方 飘来一片散碎的 宛如盛大萤火虫群的金光 纯粹 温和 神圣 宛如世间最美好的力量 好美 怀庆低声说了一句 李妙珍头顶升起一道宛如真实的 距离实质只差一步的身影 这是他的阴神 阴神与肉身一样 盘腿而坐 闭着眼睛 漫天飞舞的萤火虫飘来 覆盖在李妙珍体表 覆盖在他发丝间 笼罩全身 然后慢慢融入体内 请客间 李妙珍的阴神 便被神圣浩大的功德之力笼罩 想不到 他短短三年 凝聚了贫道三十年 才能积攒的功德 金莲道长摇头感慨 寻常人做好事 讲究量力而行 甚至要看心情 因此 即使是好人 行善的次数也有限 蓝莲行侠仗义不计回报 己功好义刻不容缓 这份心意之醇 是所罕见 蓝莲花 啊呀 许奇安脑海里 又一次回荡起熟悉的旋律 心里疯狂吐槽 不 道长 求你别再喊他蓝莲了 一注相后 天边涌来的功德之力越来越少 直至不再飘来 此时 李妙针的阴神已经凝成实质 散发神圣的金光 阳神已成 这是功德之力素阳神 阿苏罗看出了点门道 读错 金莲道长汉首 由功德之力塑造的金身 才能将帝宗的功德法术发挥到极致 他玄疾露出优色 妙针的功德之力 踏入三品绰绰有余 但相应的因果反式 也不容小觑 可谓功德 造福一方视为功德 通常来说 助人 行善也能凝聚功德 但这并不代表 助人和行善 就一定是功德 举个例子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江阳大道 被官府追捕 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 一位路过的行人将他就走 那位好心人精心照顾 救活江阳大道 后者死里逃生后 扭头就乱杀一通 造成无辜之人殒命 江阳大道原本该死 却因为行人的善意之举 逃过一劫 那位行人是做了好事 他同样会凝聚救人功德 但所沾染的因果是 这点功德十倍百倍 甚至更多 同样的例子 如果行人救的 只是一个小偷小摸的窃贼 因为窃贼造成的业障极小 功德与业障抵消之后 还有富裕 那么行人就凝聚了功德 所以说 帝宗会有因果反噬的危机 但只要小心翼翼地积攒功德 不救恶人 让功德永远保持在盈利状态 就能杜绝入魔的危险 金莲道长当年是 蛊惑了帝王修道 造成数十年来政务荒废 百姓生活困苦 这份因果之力 直接化作黑莲养分 让金莲道长 没有补救的机会 李妙珍虽然行侠仗义多年 救了无数人 但他同样也有 错帮错救之人 这些业障 不修功德时 不会有问题 一旦修了帝宗的功德 业障就会反噬 在帝宗的说法里 这便是因果反噬 苗友方指着李妙珍的眉心 惊道 变 变黑了 飞燕女侠眉心处 浮现一块漆黑如墨的色斑 并迅速扩大 谢谢大家 给你打发 三个字幕 咱们 开吹 而已 我